黃馬似乎對我的態度就很感興趣 竟然在嘴角那裡就揚起了一小小的弧道 等待著我的答案 所以說吧,你剛才看錯了 你一到應該是指著我的 我都笑了笑了 來吧,向著我臉滑過來吧 黃馬似乎沒有說話 只不過在掌心之中不斷地旋轉著 玩著她那把閃亮亮的刀刃 看了看我,又看了看Snakey 你想看她受罰啊,英雄救美啊 她直接說出了我的想法 勇氣可嘉啊,看得出來 對於這個女人,你好用心啊 但不知為何,我忽然有一種想法而已 我開始覺得,你們是被什麼人利用了 黃馬似乎接著就指向了Snakey 譬如說吧,你們被這個女人利用 這樣才會心甘情願地以心犯險 入到這個軍事禁區 我這種說話,或者有人不贊同的 但我相信我的直覺 她忽然間攤開了一隻手 將個刀鋒遠離開我們每一個人 所以,我給你們一個機會 來,既然想英雄救美啦 當然可以啦 我都不希望你受傷的 只要交代我想知道的信息 我就放過你們啦 放過你們每一個人 至少就不會在這裡對你們動手系啦 這一個黃馬前後態度的變化十分之鮮明 直到這一刻我才知道 看起來這麼粗魯、狂躁的這個軍官 其實心思十分之敏捷的一個人啦 短短一番說話的時間裡面 就令到我局面又一次向著她傾斜過去啦 雖然她的判斷就不是十分之確切啦 不是,我們是偷獵的啦 除此之外,我真是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啦 我輕輕領著頭這樣說啦 時間就好像靜了那樣 所有的人都陷入到沉默當中 我唯一可以感覺到的 就是兩種不同的目光 其中,黃曼的目光是帶著強烈的情緒 那樣好像野獸那樣的眼神啦 而另外兩道目光呢,它是很特別的 帶著一種很莫名的情緒 這兩道目光就來自阿Snake的 既然這樣,也都請你聽清楚啦 黃曼的眼神這時就變得更加凌厲 在你房裡,制定規則的人只有一個 那就是我,你既然都不肯開口啦 那我當然還是要按照之前的那個遊戲規則來玩啦 那麼漂亮的一塊臉 幾秒鐘之後就多一個漢字 一字來啦 哈哈哈哈 那怎麼辦呢 難道Snake這條美女蛇 到後來就變成一隻花臉貓嗎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啦 第五百一十集 身為港道,那個軍官王曼就要對著阿Snake動手啦 只見他再都不理我們其他人 而是直接就把那個刀鋒移到他Snake那塊面附近 他移動的過程很慢很慢 慢到足夠挑戰人心裡極限的那個程度 而刀鋒呢 他遲遲就不肯下落去啦 在他剛結的那塊面上下游走 似乎找回一個比較合理的切合位置 這時這一刻就連我的心裡面 都感覺到痛苦的煎熬 那又何況是他本人啦 老婆和鐵棍同樣都是眼神閃力 最後來幾乎都黑了一雙眼算了 我忽然間覺得 如果我說出了一些亦真亦假的訊息 又會怎樣呢 至少在這一刻都可以幫一下他呀 於是我就決定喊停這一柄鋒利的刀刃 然而就在我快要喊出口的那一剎啦 黃猛腰間的那部畫機 傳來了電流波動的聲音 他的面口一下就變了 實驗室呼叫猛獸 呼叫猛獸 黃猛面上的肌肉明顯地抽動了一下 而這時這刻我看到那個刀尖距離 而Snaked的臉已經不夠過一公分的距離 我是猛獸 黃猛好不甘心地放下了那個飛刀 拿起了那部畫機 他頭都不回地 拔開了審訊室的大門 去到門口外面 跟對方通話了 噔噔噔噔噔噔 黃猛離開的同時 有幾名戰士也都在屋外邊衝進來 這樣就好像之前這樣 將我們團團地包圍著 見到這樣的情景 我反而鬆了一口氣 下意識地望向了Snaked 但就發現他臉無表情 都不知道在想著什麼 又一次見那個黃猛的時候 是在五分鐘之後 他臉上戴著沉寵的老耳 呵呵呵 你們都幾好彩素啊 他兩手叉腰 對著我們不斷冷笑 喲 審訊時間又被人推遲了二十四小時 但是這樣無所謂 你們一定會在我手裡 乖乖地交代一下問題 現在都和我走 有人要見一下你們 講到這說 黃猛就做了幾個手勢 指揮屋裡面的幾個戰士 將我們在個椅上面 蒙了起身 向著屋外邊 就不斷推著過去 這一個時候 屋外邊 正是深夜時份 但在巨大的探照燈光柱底下 顯得亮如白酒 很久都未曾見過 這麼強烈的燈光 我整個人都有點不太適應 忍不住就眉起了對眼 一時間 大量的雜音 就湧了入去我對耳裡面 等到我再抹開對眼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看到 周圍沒有遠處 那些緩防的戰士 還有營地上面 一側的上空 有盤旋處的直升機 正準備起飛 可以想像 現在的禁區 一定是處於異常緊急的狀態當中 來 帶他們上車 上邊下達了特殊命令 帶他們去實驗室 黃猛一聲令下 就發動了一輛野戰車 我們的手掛被人固定好之後 那部車就啟動了 咦 要入村了 Snaky忽然間眼神閃力起來 似乎都有一些莫名的興奮 順著他的目光 我注意到了 在車輛行駛的過程當中 沿途緊密的變化 接二連三的鐵絲網的哨卡之後 車輛就入到一條比較合小的山路 而行進方向上面 就有幾十座高高低低的建築 其中最明顯位置的建築屋頂 都價設有那個探照燈 一個偏僻的山村裡面 是不可能有這麼高大的建築物的 所以這就一定是禁區裡面 最為之核心的部分 實驗室 但是就不知道 為什麼我們會被人送到來這裡 身下的野戰車還在不斷地點波著 但就明顯減緩了行駛的速度 終於在幾分鐘之後 停了在這座建築物的面前 到了這一書 我才明白之前的想像和實際之間 是有多麼巨大的不差 這個根本就不是什麼建築 而是用大量的集裝箱 堆積而成的金屬堡壘 可想而知 用現有的材料 搭建這樣的一個平台 行動效率會提高到一個如何驚人的高度 當然 眼前面看到的這些東西 都不是這一座金屬堡壘的全部 通過了正門口那書森嚴的守衛之後 我們就入到了堡壘的內部 這些鋼架結構之內 已經進行了徹底的改造 每一層都有境界紅外裝紙 可以去預防一些外來者的侵入 而奇怪的是 接連通過了好幾層之後 依然都未見到所謂實驗室的影 只不過是鋼架結構來的 直到入到這個堡壘足夠深碎的腹地之後 才出現了一個大約有成一百平方米的金屬大廳 在這座大廳的正中間 有一個扁圓形和正方形相結合的平台 登登登登登 走到來這樹之後 黃猛的腳步就這樣停下了 用去凌厲的眼神看著了我們 不要以為你們可以避得脫下 不管是通過怎樣的方式 在下一個二十四小時之後 你們的偽裝都會被徹底地撕開的了 卡 跟著那個大廳正中間金屬平台那裡 就傳來了聲響 一個升降機這樣的金屬球籠 在地下的位置就升了上來 升降機上面站住了三個人 正中間的一個身材矮細 看起來有四十多歲左右的男人 這一名男人戴著眼鏡 同時面上也戴著青綠色的口罩 一副學者的款式 而在這個男人的身邊 還有另外兩名何槍實彈的戰士 這兩個人身上都穿著白色厚寵的防花服 我也是通過他們胸口裡面握住的槍械 才猜出了他們的身份 嘻嘻嘻 祝你們好運啊 在我們被人帶來之前 黃曼的面口上面又一次露出了殘酷的笑意 嘻嘻 會好彩志祺了 老婆似乎已經從之前的酷刑之中恢復回來 忍不住就暗沉了一句 跟著就靈向鐵軍那邊 嘻 兄弟 你這隻手怎樣 鐵軍靈了靈頭 沒有說話 看得出來 他現在依然處在那個痛苦當中 畢竟關節脫了腳 不是那麼容易恢復過來 當然需要非常專業的手法去腐壞 而且作為鐵軍自己 也不敢再去輕舉妄動 幾名押送我們的戰士 帶我們來到那個升降機上面 之後會推出去了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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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掻嘻嘻 artist 先降機重新啟動 開始慢慢向地地面下降落下去 進入到一個樹席的通道之內 原来是这样的 到现在我才明白 为什么地面之上的这座金属堡里中间 除了防御攻势之外 显得这么空荡荡 原来真正的实验室和基地 是埋在地下的下面 我不由得在心里面 升起了对这个军队办事效率的恩贝 从发现四川开始 到成立这个军事禁区 再到今天也都没有经过太长的时间 它是能够挖挖建设这样规模的实验基地 那真是非常之疲惫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间意识到 整个升降机上面已经是人满为患 每个人之间的距离都很近 也就是说在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面 我们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对方 目测了一下两名持枪战士所在的位置 以及详细观察一下他们动作相对持缓之后 我就伸出了在这个时候去进行偷襲 并且要走掉的想法 因为如果对方战事开枪的话 在这种环境里面一定会发生误伤 他们是军人 大多数都不会轻易这样做 但是我就知道 我能够想到的东西 Snaked和老婆他们一定也都可以想到 但是他们就完全没有说要动手的意思 也就是说 现在是不具备脱身的条件 那还要等到进去实验室之后 再作打算吧 下降的过程都不算很漫长 几十秒钟那样的 你们好 我是巢月实验室的联络人 林远 那位口罩男 在离开这个升降机之后 拧回转身 向着我们进行自我介绍着 不理你们的身份如何 在营地的时候是怎样 这一帅是实验室 总的来说 你们都不用太过紧张 因为你们是这帅的客人来 时间很紧张 两位科研组的组长都在等你们 说完 他就大踏步地向着通道的前方 走过去 从步伐上面来看 真是跟他这么矮小的形象 有强烈的反差 我留意一下四周围 在这树升降机送达的空间之内 向着四个方向 分为了不同的区域 每个区域都有巨大的管壮隧道 相互连接着 可见这个地下实验室的规模之惊人 我们前进的方向上面 沿路都亮起了一些声控感应的白刺灯 从灯光的颜色上面 就已经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医院的急诊室 一行人的脚步声 在同这个地面碰撞之中 就发出了深沉的回响 接连转过两个直角弯 通道的两側就出现了半透明的防弹玻璃 似乎两边就已经到达到实验室的范围 临远走到第三间的时候 推开了去右手边的一只门 来 这些是七号实验室 进来吧 房门的里面 两只各有一名 穿着白色防花服的战士 当我们进到房间之后 战士地又重新将那只门 闭合起山 两只黑妈妈的窗口 不断直直地指着我们的背部 换句话说 这一数的安全防卫工作 一定都不会比地面上的禁区要差的 一名中年离顶的男人 正在那里和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 讲住些什么 见到有人来到 就摆低了去手里面的工作 将一只写字板就夹了在那样的垃圾底那里 快快脚地走到我们身前 临远啊 你去忙你的事了 看一看八三号个体的情况怎么样 随时记录一些参数出来 中年男人表情严肃 一副学者的拍头 当那个林远离开了实验室的门口之后 他又在面上对写了十分机械化的笑容 我是岳谷是这个巢月计划的负责人之一 这一书是我们的七号实验室 所有紧急的检测和研究都在这书进行的 今天接连有几句标本都被人送过来了 时间紧的任务重 所以工作人员都十分之繁忙的 请问岳专家 要我们来到这书究竟是什么原因 Snake忽然间就插声地问 哎呀 你看看我这样的记性 岳谷才是一呕 跟着着就哭笑着地拍一拍自己的太阳语 是这样的 因为今天的样本当中 有相当数量是和你们相关的 所以有必要要请你们过来辅助一下研究 这一位恶古 跟着就转回身 开始向着那个实验室的深处 不停走过去 头都不转回头就说 实验室里面的景象 可能会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所以不理见到什么 希望你们都不要太过吃惊 对了 请你们保持真正 那到底这个实验室 是用来研究什么的呢 为什么这位恶古研究员 又会认为我们挺阵见到的东西 会令人大吃一惊呢 甚至会忍不住大喊出声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百一十一集 我们四个人 就已经被那些军佬 带到了一个实验室里面 虽然已经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 但我还是对眼前所见到的一切 感到无比的惊悚 或者用一个更加正确的词汇来形容 就是恐怖了 在厚重的防尘隔离罩之后 是两排雪白的病床 然而病床之上的 并不是受伤的军人 而是尸体 一具一具的尸体 呈现不同程度的腐烂状态 但无一例外的 没有任何一具尸体的身上 带着完整的皮肤 好像这些尸体 陷入某种外力 尖山地将那些皮肤 剥掉了 我和老婆一群人 对望了一眼 所有的人 都是同样的心情 我想而知 这点的尸体 就是四川事件当中 流传下来的 而且我们是见到过 这些尸体的照片 但是当亲眼所见的时候 还是发出油冲的战斗 毕竟不管一个人 经历过 怎么样的生死考验 在看得见的死亡面前 都是心存畏惧的 通过这些 被人固定在病床上的尸体房间 是一个短暂的通道 通道两侧 都各有一个陈列室 其中左手方向的陈列室 就没有关到门 通过那道大门的纳裙 我看到了一只只 类似于浴缸的水槽 这些水槽里面 装着那些黄绿色的液体 散发着一种 腐朽的化学试剂味道 其中绝大多数的水槽 都是空挡挡的 而有些水槽里面 就分着大大小小的尸骸 那就好像博物馆当中 那些浸泡在福尔玛临液体里面的人体标本 但有所不同的是 那些标本 全部都放在密封的展柜里面 而这些尸体 全部都暴露在外 是营养液尼 Snaked的嘴里面 小声地暴露了一句 用尸体 直接来当做培养器皿 这条通道就很短下 很快就去到尽头 通道尽头的门口上面 写着一个英文单词 我就不是那么确定 这个单词的意思 隐约觉得 是解否室的意思 一道白影 在这个房间就推门而出 好像刻意准备着迎接着我们 如果不是看得清楚真切的话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男人 而事实上 这是一个穿着防花服的女人 只不过身材就比较高大 只见这个人 应该是一米七五左右 接近或者超过一个成年男人的高度 他对眼就不大 但是很有神 头发都有一点稀疏 很简单地梳了在脑后边 从五官的轮廓上面来看 应该是一个微青木兽的人 但是因为不修蜂蜂的 所以看起身 连年龄的那个概念都模糊起身 你们终于过来 我叫做猩蜂蜂蜂蜂蜍蜂蜂 我的那 nigga是这个任何 inicial 這是長時間沒得到充足睡眠才會出現的徵兆 到進來了,這裡是解剖室 只是對那些樣本進行解剖的地方 這間解剖室的佈局 和前面的陳列室並沒有太多不同的地方 只不過裡面的燈光就更明亮一些 對職的那些設備也更具體全面一些 顯得很逼劫下,解剖室的正中間位置 有一共八張的手術桌 歷時這一刻,八張的手術桌上面 全部都是滿圓的,都放置著屍體 沒錯,確實是屍體,而且是人的屍體 這些屍體和剛才看到四川之中獲得的樣本是不同的 絕大多數都是皮肉相連的 但不同的地方也有很多 外邊陳列的屍體是完整的 而這些屍體幾乎全部都有不同程度的殘缺 有一句甚至屍首分了家 頭腦部分被人擺放在屍體的雙腿之間 十分可怕 不僅如此 這一堆屍體上還黏滿了濃囚的血漿 似乎剛剛才做完解剖手術似的 我的心就突压了一下 忽然覺得這些屍體好像在哪裏見過 八具屍體屬於三個小隊 胡海麗搓了搓了他的太陽 竟然很主動地點著了一支煙 任憑那些煙霧到處離散開去 有傳聞就是你們幾個人殺了這樣的戰士 是不是? 我們幾個人相互對視了一下 很無奈地另了另頭 剛剛想反駁說回些甚麼 但這名實驗室的女負責人 就自己開聲說了 雖然我不知道你們是做甚麼 為甚麼要入侵禁區 但通過我們科學的解剖實驗 幾乎都可以證明 他們的死並不屬於常規方式 來,八具屍體無一例外 不是刀傷,也沒有彈孔 所有的傷口都是呈現出撕裂的 這就好像遭遇到猛手的襲擊一樣 胡海麗大大力地吸了一口煙 然後又將它壓拭了 據我所知 能夠將八名全副武裝的戰士 是一次遭遇當中 就全部撕咬致死的野獸 不要說是亡山 就是放眼整個亞洲地區 都不會存在的 這樣不是集體中毒 也不是撞倒了炸彈 或者邊境的地雷 他們是被利爪、牙齒 這樣撕開咬死的 看著這名叫胡海麗的女人 這麼認真的表情 我忽然間覺得她都很可愛 至少站在專家的立場上面 她是不會因為我們嫌疑人 或者是間諜的身份 將莫須有的罪行 是這樣加在我們的頭上 這是出於對科學的尊重 按照科學界的認識 禁區裡面當然是不存在這樣的生物 但如果真的存在 存在在我們意料之外的東西 那就是屬於我們實驗室的科研範疇 這樣你們可以理解了吧 她的聲音突然間提高了不少 所以 還原這一場人獸之間的戰鬥 就有著很重大的意義 如果可以得到足夠多足夠精確的數據 實驗室就可以給這樣的傷亡者去定性 同時協助軍方制定防禦的措施 所以我就特別向軍方的最高指揮官申請 將你們帶到實驗室這處 你們一定要協助我調查這起死亡事件 那需要我們怎樣配合 我下意識地問她 胡海麗就沒有直接回答我 而是點著了我們所見到的第二支煙 全面配合 我們會有視頻和音頻的記錄 她沉聲地回應著 但如果你們配合得好 我可以令到你們至少在實驗室的範圍之內 不會被人綁住 擁有一定的自由活動權利 聽到這說 我們反而覺得有點驚訝 畢竟我們的身份是闖入者 不管配合與否 似乎幫我們鬆綁 都不應該是可以討價還價的事 我知道你們怎麼想的 你們走不掉的 胡海麗很冷漠地笑了笑 地樹的戰士 全部都子彈上了唐 而且沒有特定的密碼 升降機都不會開的 嗯 好了 現在誰跟我說說一下 你們遭遇到那隻猛獸是具體怎樣的 她的視線掃過了我們每個人的面 最終就留在右後方的牆壁位置 我用眼角的餘光就留意到了 那一樹有一個黑色的盒 表面那樹隱隱約約透著一些紅光出來 那大多數都是一隻監控的攝像頭 我來說吧 這個時候 她是沉默住的鐵軍第一時間開聲 我跟那隻怪物在近距離交過手 也都認為這樣受過傷 肩膀上的尾痕就是證明了 所以我想我是最有發言權的了 稍微停頓了一下 她就接著這樣說 不過我有個小小的要求 你們這樹有醫生 我的肩膀脫了 看來這個七號實驗室 是這個營地裡比較特殊的存在 那時這一位這樣的胡海麗負責人 又會不會應阿鐵軍的要求 幫她那隻受了傷的肩膀進行復毀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百一十二集 上回說到 鐵軍是第一角 認那個負責人的要求 想說要講出那隻怪物的模樣出來 但同時她也提出了 要幫自己的肩膀 復毀的要求 她的要求其實一點都不過分 甚至我都開始替她覺得開心 在這樣陌生詭異的環境底下 還可以這麼冷靜地向對方提出要求 那就真是十分之難能可貴了 而且她提出的要求其實一點都不過分 如果鐵軍那個肩膀可以恢復回正常的話 我們也都會輕鬆很多 至少都不會是任何人的負擔來嘛 胡海麗用審視的眼光 不停地看著鐵軍 緊接著很快就下頭了 控制了軍衣來到現場 無奈那個軍衣就小心謹慎地 將她的衣服解開來 本來跟那隻巨猿接觸過後 肩膀那樹就已經受了傷 再加上被阿黃猛系這樣扭打 加下她的肩膀 已經腫脹到好像人家MBA運動員那些肩膀那麼粗 隨著忽然間咔咔咔的一聲 軍衣在反覆驗證部位關節之後 終於一下發力 將這隻伍的手就重新接上去 鐵軍只不過悶哼了一聲之後 臉上就露出了輕鬆的笑意 她稍微活動了下隻手 於是就向阿胡海麗介紹起當時的情況來 胡海麗和惡谷兩名專家 拿來了戰士屍體上截取的傷痕照片 這個時候就跟阿鐵軍那個肩甲骨上面的滑痕相互對比起來 顯然異見那樣 不單止形狀相同 大小也是一模一樣的 這一書是軍方的實驗室 是使用科學數據和方式講話的地方 緊憑著這一點 就可以將我們傷害軍方的嫌疑洗得乾乾淨淨 在這件事上 取證環節已經有了突破 胡海麗這時似乎都很滿意 但同時在她眼神之中 又透露出一種莫名的興奮 下一步 實驗室的科研重點就會轉移回一部分 去到這種奇特的生物上面 畢竟在這個禁區範圍之內 竟然是有著很特殊的… 咳咳咳咳咳 一邊的惡古博士 開始刻意地咳了起來 似乎在這裡提醒著些什麼 胡海麗也意識到了 這樣就停止了剛才的話題 然後就很感嘆地說 只不過可惜 我們現在唯有這種大型萬獸的牙印和爪印 並沒有說更進一步的參數 譬如可以活動的部分 又譬如去過點的毛髮 或者再找回點的照片 這樣就好了 這一類的資料 可以加快我們的科研進程 呃…隊長啊 我想說說我的意見 那個惡古稍微濃了 他已經拖了頂的頭髮 插句聲地說 雖然在實驗數據上面 可以說明襲擊戰士地的是不肯守 但依然缺少證據 證明著他們和那些戰士地的死亡 沒有直接的關係 既然受到了上級的委託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多觀察他們一些時間 這樣才好通過他們的見聞和經歷 採集到更加多的證據呢? 當然 我估計說這一番說話的時候 那把聲就不是很大 但是在我聽起來 就已經足夠清晰了 我心裡面 就不由得有點生氣這個屠頂男人 竟然在處心積累地圍爛著我們 但是稍微思索了一下 這樣也就釋然了 畢竟他們是軍方的科學家嘛 站在這樣的立場上面 這是理所當然的 忽然間覺得 似乎現在我們應該要做些什麼 誒 兩位專家 有些情況呢 剛才大家都沒有反應出來的 這個時候我就很認真地跟他們說 這些經歷是我一個人的 其他人都沒有參與到當中的 哦 是嗎? 胡凱麗那一堂眉毛 趙然之間就皺了起來 你還有一些接觸這些怪獸的經歷啊? 我瞎了瞎了 不單止是那隻巨猿啊 還有其他的物種啊 這樣也都足夠對著軍戰士 以及其他的猛獸造成傷害的 跟著著 我就毫無保留地 將那些巨大的吸血蝙蝙蝠 圍攻著那隻巨猿的那件事 詳細地描述了出來 聽到我說的這些訊息 胡凱麗和惡古同時都表現出 極其之濃重的興趣 密密嘴地向我提出了問題 尤其是關於那些蝙蝠的群體數量 身形尺寸 以及具體的特徵等等 這些東西因為是我親力的 所以都可以詳細地回應他們 從對方的眼神我就看得出 他們並不是完全相信我所說的 但就充滿著灼熱的期待 他們對這件事很感興趣 兩位專家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 當時這些蝙蝠群體 襲擊巨猿的現場 是應該可以找得到的 跟著我就說出了我心裡的想法 就在禁區當中某個山谷 我相信有關那隻巨猿的血樣和毛髮 都可以找得到的 只不過 我看著你兩位專家的眼神 就十分之嚴肅地說了 只不過時間距離當時發生的事 已經過去了整天的時間 山谷裏面有塵譜和山峰 那我就不確定那些這樣的線索和證據 可以保留得多久了 年輕人,你說得沒錯 我說,科學證據是不等人的 而且我們的行動要快才得 胡凱麗猛然地摸著頭 跟著又按釋了她手裡的煙頭 隨即就轉身對著她的手下說 我猜博士,我認為現在應該馬上回報這件事 等點的警衛連抽吊人手 去現場取證,這是至關重要 那但是… 惡古的眼神之中有些不安的情緒一閃而過 先是摸了摸頭,跟著又轉著頭說 胡隊長,道理是沒錯的 但是今晚… 恐怕上邊抽吊不出專門的人手了 因為禁區裡面的防務加重了 這樣不行的… 胡凱麗忽然間就發起爛邪來了 在這一書建立那個軍事禁區 就是為了方言項目服務 現在為了實驗室去搜集一些材料 絕對不應該有推脫和擔角 老惡,你是負責跟上級溝通 為何變得拖拖拉拉起來 來,我親自打電話 講道理說 胡凱麗一下就問開自己那對手紋 大踏步地走出那個解剖室 手術室的外邊 我聽到了一些很激烈的操詞 她的情緒似乎都十分之激動 幾分鐘過後 胡凱麗就黑著臉地走回到房間裡 哼,老雷說我 只能給我一個小隊的人手 只有三個人而已 那連做台手術的人數都不夠了 她沉聲地自然自語起來 忽然間就把視線轉向了我們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你們當中需要有個人來帶路 那盡量去縮短找回第一現場的那個時間 我下意識地想要把這件事答應下來 因為見證蝙蝠群襲擊巨員的 就只有我一個人 但是這時呢 就只見到阿Snake已經向著對方 抹開了腳步走過去了 啊,做甚麼呀你 你要主動帶路 在一邊的那個惡谷 似乎都有點意外 下意識地開口問著在那裡 嘩,你是個女同志 認怒的這件事,行不行啊 我去,因為當時我並沒有跟那些猛獸有近距離的接觸 所以我當時也很清醒一下 應該會對你們有很大的幫助 Snakey十分之平靜地說 在這一點上面 你們不用有任何的擔心 而且我是女人來的 對於隨行人員來說 威脅也是最小的 你們說這樣對不對 Snakey的說話 很顯然已經打動了兩位專家的心思 畢竟押送著一個女人去尋找目擊現場 要被帶著我們幾個大男人 要輕鬆得多 至少家下用眼看起來就是這樣的款 從對方的眼神當中 我讀到了墨許的表情 啊,這樣啊,那就辛苦你了 胡凱麗終於押了押頭 我會準備一份宵夜給你 之後你就和隨行人員一起出發 不用了,我隨時可以動身的了 Snakey面上面就神色很淡然 我想我還是回來的時候 和他們一起去吃呢 在這種情形底下 Snakey居然自行出來請嬰說要去現場 那到底Snakey是不是有些什麼計劃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百一十三集 身為港督 Snakey就主動請嬰說要去到現場那裡 收集證據和資料 胡凱麗就眼神閃亮 她拍了拍她的肩膀 說著話 哈哈哈哈 姑娘 我就是喜歡你這樣的人 雷麗風行 反而好像是一個真正的軍人 走吧,我送你出去 說完 她就帶著Snakey離開了 臨走的時候 有意無意地用某種眼神掃了惡古一眼 看得出來 這種眼神之中是包含著某種不滿 解剖室一下子就變得安靜下來 只是剩下我們三個人 還有那位惡古博士 除此之外 就是兩名戰士和解剖台上面的 那八具殘缺不整的屍體 場面忽然陷入到某種尷尬當中 看得出來惡古作為這裏的第二負責人 並不是擅長主動安排工作的 他負責的更加多是幫那個第一責任人 去提供一些幫助 哈,你們都等到我感到好意外 惡古雖然那個態度就很和氣 但是就給人家一種找人聊的感覺 這一次你們都很配合 從某種意義上面來講 幫我們省了時間和精力 同時也都幫國家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可以說 我們在今晚的合作是十分愉快的 我吐了吐頭 老婆和鐵軍也是這樣 並不知道這時這一刻 應該怎樣去回答他 來,在這裏也不是辦法 我們換回地方說話 好去把未來得及做的事做過去 是呀 惡古也都學著剛才阿胡凱禮這樣 拍了拍我們的肩膀 跟著著就帶頭走出了解剖室 幾分鐘之後 惡古就帶著我們來到了一間完全漆黑的房間 著了燈之後 這裏就亮如白皺 跟其他實驗室不同的是 這裏十分之乾淨整結 沒有屍體的 也都沒有那些培養器 也都沒有了大量堆積住的設備 借得幾張結淨如新的手術桌 還有四張立立令的金屬板 我擔高頭來 跟著就環顧下四周 發光的是頭頂大功率的無影燈 而四周圍牆壁是金屬材質的 似乎也可以發光 這裏是甚麼地方 鐵軍就沉聲地問 大概是因為這裏太整潔 令人反而覺得有點不安 這裏是一個給我們平心靜氣 討論交流的地方 惡古膽膽一小 我們自己人叫這裏叫做世外桃園 其實我個人更加願意叫這裏叫做冥上室 你們可能想像不到 作為科研工作者 每日的生活是多麼膚躁和發眉 更何況 面對這麼多沒有生命的試驗體 以及要求十分之嚴苛的領導 哈哈哈 惡古就自顧自地笑了笑 跟著就說 所以 當我們工作疲勞的時候 不願意再想那些複雜問題的時候 或者是失眠的時候 都會選擇在這裏進行休息 你們都看到這裏乾乾淨淨的 甚麼都沒有 這樣也容易令人徹底地放鬆的 咦 我們那個胡組長 就經常在這裏做個瑜伽 而我呢 就是習慣性失眠的 要在這裏通過冥想 才會產生一些睡意的 咦 那這裏原先用來做甚麼的 老婆禮貌性地笑了笑 跟著就問 咦 看起來 這裏應該是十分之重要的實驗場所來的 咦 應該說這裏叫做被用實驗場地 只在特殊的時刻才會啟動的 惡古就似乎沒有把我們當成是外人 解釋著這樣說 所以現在這裏裏沒有任何的設備 變得有點空曠 等你們的同伴回來之後 胡組長也都一定會安排你們在這裏吃回家 一個便飯的 和在這裏過夜 所以江翠就帶你們來這裏休息 我吐了吐頭 多謝阿惡博士你了 不過有一些疑問 剛才你不是說過的嗎 還有一些未搞定的事 來這裏做甚麼 究竟還有些甚麼事 惡古就沒有直接回答我 而是另轉身在門口的櫃裡面 拿出了一台小型的攝像機 因為你們的身份特殊 所以我們在壽命之下 必須要嚴格地對待 所以請你們見諒 他拼了拼手裡面的小型攝像機 實地取證只不過是一方面 我的職責之內 還要考察你們每個人所說的話 是不是屬實的 所以要利用到這一件簡單的設備 我不由得就有些雅然 身邊的老婆和鐵軍也是這樣的 應該不會是這位專家 要在這裏審訊我們吧 並且拍攝下來 這個看起來 實在不算是甚麼靠譜的考量方法 畢竟之前在解剖室裡面 也安裝有個攝像監控設備 對呀 現在做類似的事 算得上是馬後炮 或者是滑蛇添足 哈哈 別誤會 我不是軍人 也不會審訊你們 這台機器只不過記錄一下你們的正常反應 惡古笑著解釋話 接下來對你們進行一個生理測試 整個過程都會被人家記錄下來 啊 甚麼測試呀 我就有點不解地問 老婆和鐵軍也是一頭冒水 簡單來說就是生理催眠 惡古就接著這樣說 在生理催眠的狀態下 每個人都不會說謊 如果你們的境遇是真實的 在催眠的過程之中 就會有十分具體的表現 但如果你們說謊 催眠的結果 也會如實地反應 我的意思 你們聽得明白嗎 哦 我就明白 原來說的是這樣的一件事 關於催眠 我算得上十分之熟悉 那就並不是電視裡出現過的那種催眠 而是直接歐魂攝拍的本事 這種本事出現在我一個十分之熟悉的人身上 萬珠沙華 哦 那怎麼催眠的 在這兒啊 老婆就虎笑著地問 哎呀 為甚麼我覺得好像很不自在 哦 不會不會 絕對不會的 我以軍醫大學的博士生身份來承諾 你們的催眠過程會十分之輕鬆舒服的 哈哈 她笑著地說 哈哈 啊 是啦 在催眠的過程之中 你們身上的捆綁都會被我們解除 如果配合得好 醒過來之後就直接離開實驗基地了 都不會再有人來困住你們了 惡古博士所說的說話 確實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有話 其實這樣對於我們來說都十分之糾結 在遭遇到巨猿和吸血蝙蝠的事情上面 我們說的是老實說話 但是關於身份的問題呢 這樣就不同了 我們的身份到現在還是保密住 但換個角度來想一想 首先催眠的方法是用於獲取信息 並不是軍方的常規手段 就我們的身份這件事來說 是找不到任何的證據的 而且即使我們透露了信息 也單單只是計劃失敗 已經捷獲了我們裝備的軍方 說不定很快也都會把我們幾個的底 都塗到乾乾淨淨為止 換句話來說 我們即使射了手上的束縛 也都依然處在兩名戰士的槍口底下 我們現在是別無其他的選擇 唯有配合 怎麼樣 誰才來 惡古博士好像早就已經確定我們會配合 眉起雙眼 伸出隻手做了一個請的手勢 我來 鐵軍尋聲地應了一句 亦都伸出了手 來 現在幫我鬆開 我就抱著不去反抗的想法 但是鐵軍這個大老粗 會不會有些想動手的意思呢 欲知後事如何 好 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百一十四集 送媒講到 鐵軍就自動請英說要先接受那個催眠 但是老婆就出聲 不要 這次換我來 我假假的都是你們大哥來 老婆她是第一個衝到了我們面前 笑了笑地說 都說催眠就等於酥酥伏伏地睡覺 由我開始吧 惡古博士 麻煩你了 惡古就抹了抹頭 將老婆手上的塑膠繩套解除了 將她扶到了胸礦的手術台上面 除此之外 再都沒有其他的動作了 看起來 她並沒有打算像那些電視劇演的那樣 將個催眠者的手手腳腳都固定住 來 放鬆一下下 放鬆 惡古博士才是撕開了一個密封的醫用毛巾 親自幫老婆抹一抹臉 之後又和顏月色地拿出了一個小巧的銀色手電筒來 用來照射老婆的瞳孔 老婆開始的時候都有點意外 但是緊接著很快就適應了那個手電筒的光線 變得更加平靜 來 好了 可以開始了 只見惡古在衣袋裡面 拿了一隻小巧的懷錶出來 或者說 只是樣子好像一隻懷錶 因為她背對著我們 我就看得不太真切 從這個小巧的設備上面 傳出了一些跌跌跌跌的聲響 若有若無感 我和阿鐵君都同時發現 老婆的眼神慢慢開始變得柔和目睹 去到後來 終於慢慢地撞上了 顯得十分之安靜 《你叫什麼名字》 惡古低聲地問 聽到這一說 我和阿鐵君心裡面都突压了一下 都不知道老婆會不會照實地說出自己的家底 誰知道老婆就動都不動 似乎沒有想說要答她的意思 《你叫什麼名字》 惡古繼續著這個問題 《我…我叫老婆》 這個問題的答案雖然滑稽 但也算是實話 我隱約看到老婆的臉上出現了痛苦的表情 可以猜得到她 她這個時候正在用本能的意識進行抗拒 應該都很痛苦一下 但幸運的是 惡古並沒有在這個問題上過多地糾纏她 哦…這個是你的愛好吧 你自稱老婆 幾大年紀啊 聽起來她都不太在意這些問題的答案 更加像是用來測試催眠 是不是可以已經成功進行的呢 二十八啊 這一次老婆回答得很快 也都很流暢 你們是什麼時候 撞到那些猛獸襲擊的呢 在幾個不痛不養的問題之後 惡古終於開始切中要害了 是不是看清楚是什麼來襲擊你們的 老婆雖然閉上眼 但臉上的神色已經改變了 口裡更加發出了打鬥的時候 才會有的那種粗重呼吸聲 看到了啊 比我們高過整個頭的 什麼東西來啊 這是怪物啊 你奶奶啊 老婆的口裡開始有點語無倫痴 手手腳腳都變得緊張地抽動起來 你如果夠膽再過來啊 你爺爺我劈死你 你是不是可以確定那些是猿猴來啊 惡古忽然間按住了老婆的肩膀 似乎在施加更加多的外力 那個猿猴的力量有多大啊 放開我兄弟啊 我和你拼命啊 老婆拼動著兩個肩膀 忽然間湧出了一股蠻力 竟然還在催眠當中的時候 就鑑山把惡古頂開了 惡古抹一抹點冷凹 暫時關閉了個攝像機 短暫地看一看之後 似乎就很滿意 而老婆此時此刻 正是進入到她深度睡眠當中 甚至還發出了微微的避寒聲 我留心地觀察著 只見她的神態就變得輕鬆起身 似乎已經走出了催眠 對於她自己的影響了 接下來 鐵棍就很主動地 躺在第二張手術桌上面 惡古重新調整個那部攝像機 跟著著就重新按照剛才的路數 進行催眠和提問 在我看來 雖然鐵棍的反應和老婆 有不同的地方 但兩個人通過潛意識描述出來的景象 以及對於那隻巨大猿猴的感受 都是大同小異 換句話來說 如果用她們兩個人的催眠陸像 作為比對的話 那是沒有絲毫的破綻 哈哈 年輕人 你是最後一個 緊不緊張 我猜對著我笑了笑 看得出來 作為身理催眠的實施者 她同樣都很累下的了 這個時候依然在這兒堅持著 哦 沒什麼 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我只不過隨意地應答著她 同時在這兒觀察著睡眠當中的老婆和鐵棍 你跟她們有所不同的 催眠的時間可能會更加長一點 我猜我呆了呆頭 因為你的信息量更加多 所以儘量放鬆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我用沉默的方式表示認同 跟著著 就躺在第三章的手術桌上 令到我自己的臉就向著那樣的天花板 等到無影燈的光線射入去瞳孔的時候 忽然之間就有了一種天旋地磚 似乎整個身都變輕了的感覺 我估計打開了一條新滋滋的消毒毛巾 幫我抹了抹面 毛巾上面的味道好像是酒精來 但是又帶著一種淡淡的類似花香的香氣 當這種味道湧入我的口鼻之間的時候 真是很容易令人放鬆起來 跟著著 惡古又用過手電筒照射我的瞳孔 在我看起來 這樣就好像兩道從天而降的巨大光柱 我甚至想起起在荷蘭山的鬼異經 過一個從天而降的巨大閃電光柱 可以吞上一切的情景 放鬆,放鬆點 對你來說 那麼你一切很快就會結束 惡古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像在這裡安慰我 跟著著就拿出了那隻好像懷錶的東西來 我看不清上面有些什麼 但就有一種跌跌跌跌的聲響 整齊滑一的 不斷地捐入到我老海的深處 很快就在這種叛咒聲底下 我覺得精神彷彿起身 周圍的景象在這裡不斷地變換著 一會兒是晴朗的天地 一會兒又是無盡的黑暗深夜 啊 那種輪廓模糊 將來在這裡屍孔著的猛獸 向著我不斷地撲過來 這樣就好像我之前 無數次出身入死的經歷 又一次重現在眼前 去到後來 這些記憶之中的黑影 凝聚成一幕血腥的場景 那就是無數隻巨大的蝙蝠 在這裡吞噬巨大的血肉之區 但在那個吞噬桌盡之後 留下來的呼骨 它是之前在密林深處 看到的那一具人骨 那些嗜血的蝙蝠 仍然不滿足 終於發現了我了 開始向著我不斷飛撲過來 於是我就拼命地撲 拼命地撲 拼命地撲 終於我進到某個村莊的範圍之路 但這樹就直靜到得人害怕 我看到了遊蕩的人影 想過去尋求一些幫助 但當那個人轉身的時候 它是有一張血肉模糊的臉 就是整個身都是潰爛的那個款 這樹在哪裡 我不斷地吻著自己 似乎在靈魂的深處 又另外一把聲在逼吻著我自己 我很想大聲地叫 讓我離開這樹 但喉嚨裡面 又發不出任何的聲響 於是我唯有繼續奔跑起來 在奔跑的過程之中 看到了巨大的探照燈光柱 在那裡追著我 趕著我 而我身後面 還有很多這樣的活死人 在那裡追著著 我想 我知道我到了哪裡了 那條四川 世界在那裡墜落 天地在那裡崩塌了 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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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 整個世界都開始在那裡下雨 咸聲味的雨水正在那裡刺激著我 那到底我入到一個怎樣的狀態當中 夢裡面的景象又是怎樣一回事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百一十五集 第五百一十五集 全身麻木 沒了觸覺 張小天 張小天 一把深沉已有柔軟的聲音 在那裡喊著我的名 聽起來 是這麼熟悉和這麼親切的 啊啊 我慘叫一聲 滿然之間就抹開對眼 身體隨著慣性向上面不斷移動 但就聽到噹的一聲悶響 跟著著就是我頭頂上面傳來一陣刺骨的疼痛 我的身體重重地踏下去平躺的那個位 又一次抹開對眼的時候 發現四周圍一片漆黑的 小天 小天啊 是不是 一把低沉而又焦急的聲音 在我身體旁邊無遠處響了起身 是啊 你醒了沒有 醒了的話就回答我吧 這把聲是老婆 聽起來顯得格外那麼潮水 啊 這裡 這裡哪書來啊 我好痛地捉一捉頭 想要令到自己的頭腦盡快適應這種黑暗 是 你老是呀 我們上了檔了 老婆忍不住就罵了起身 說什麼鬼的狗皮身你催眠啊 到頭來只不過把我們整塌在這兒 習慣了在這鬼地方那裡了 哎呀 這裡哪兒來的 李老師 這裡到底哪兒啊 我咬一咬牙 四周圍撞擊了一下 原來包圍著我的是一個鐵龍來 哎呀 誰說得給我知道 李老師 我們到底去了哪兒啊 哎呀 我們哪個都不知道的了 我身體的另外一側 傳來了鐵軍深沉的那把聲 但就一定被人家玩了 然後載了進這種鐵龍裡了 我摸索著身邊的鐵龍欄杆 慢慢地站起來 並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慢慢適應著四周圍的環境 看起來 我真的被人家 囚禁在一隻四四方方的鐵龍裡 這個龍足夠長了 但就不夠高 如果硬硬直不斷地踩上樹的話 頭一定會撞到上面的鐵板 但如果稍微弓一下腰的話 還可以勉強把身捲縮起山 我摸了一摸鋼劫的嘴唇 用手抹著一下不斷在頭頂那樹 滴下來的水珠 開始回憶之前發生的一切 這樣就好像電影回放一樣 到這時這一刻 很多情節就已經了然於心 毛巾 那一定是那塊幫我們抹臉的毛巾 上面帶著迷幻祭之旅的化學物品 我們在被催眠的那個一開始 就已經糟糕了 至於後面那個這樣的催眠設備 只不過是為了讓我們 徹底淪陷的輔助工具來的 但是我現在的憤怒和歐悔 都改變不到被人籌禁住的事實 我無論如何都想像不到 身在禁區之中的我們 本身就已經是疑犯和俘虜了 想要籌禁我們有很多種方式 可以很直接也可以很暴力 為甚麼要拐彎抹角地 把我們安置在這種地方 把我們關在這種忌惑 又帶著幾分變態意味的地方 濃重的潮氣和咸聲的味道 都說明這樹的衛生條件 和實驗基地有著天壤之別 嘩嘩嘩嘩嘩嘩 忽然之間我耳朵裡 鑽入了一種低沉的糊糊聲 老婆 你怎麼樣 我下意識地問 鐵君 是不是你的手科還在這兒痛 不是呀 我們沒事的 老婆低聲地回答著我 我聽得出來 她正在我身邊沒有遠處的鐵籠裡面 而動著身體 似乎在這兒找著甚麼東西 蕭天啊,你一定都聽得出來,我們四周圍有著其他東西的 鐵軍忽然間就說了,我是指活物啊,活著的動物啊 在那裡啊 當那種聲音又一次響起的時候,我已經判斷出了那個方向了 我下意識地把手伸出了去鐵籠,向著聲音傳過來的方向不斷扣擊著地面 想要嚴正一下那把聲的來源,究竟是不是活物啊 嘩嘩,嘩嘩 果然,當我敲擊地面的時候,對面真的傳來了帶有幾分狂躁的回音 是,是狗叫啊,我不由得就起了眉頭 跟著著就吵吵吶吶的傳來了好幾種的聲響 那些低沉的狗吠聲,就好像一個大合奏的序曲一樣 竟然接二連三一樣,引起了更加多古怪的聲音 這些聲音來自我們的四面八方 有些聽起來就十分之遙遠 但還有一些就近在止尺,好像就緊貼著我們的鐵籠一樣 我忽然間意識到,我們正是跟其他的各種動物關在一起 而囚禁我們的鐵籠呢,更加只是一種獸籠 難道說,軍方真的認為我們是間諜 想要用這樣的方法來侮辱我們嗎? 好繼續得到他們想要的信息和口供嗎? 四周圍的鳴叫聲越來越劇烈 這樣就好像召開了一個超大型的動物集會 置身在這一堆壽語當中的我們 就好像大海之中一葉的扁舟 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正是被這些吵雜、狂躁的聲音包圍吞洗 刺激著神經 我唯有掩著對耳 才可以稍稍覺得輕鬆一點 那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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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 洞 從這一堆野獸和畜生的鳴叫聲中 忽然之間 傳來了一種很模糊的金屬撞擊聲 緩慢而有沉重 一時之間 或者說僅僅只不過是眨眼之間 那一點的秀語 全部都停止了下來 不再發出那些聲音了 這樣的一幕場景 就好像忽然間幫那樣的電視機 按了一個靜音鍵似的 鬼異的氛圍 瀝漫在空氣當中 每一個角落 你們聽不聽到? 聽到了 好似見到鬼似的 你阿爺去 老婆小聲地罵了他 你們這樣的畜生 你到屎去都病了? 一陣陣地叫著 不知道是不是快要死了 雖然 老婆的話音尾龍 從高空之中 傳來了一些電流的聲音 啪啪 啪啪 一度一度 黃琴琴的燈弓 在半空之中 就著了起來了 這些光線 雖然沒有直接照在我們面前 但在那個鐵龍的四面八方 不停透了過來 一時之間 令到人很難適應 看起來 好像是有人 忽然間把那個電閘打開了 把那些燈全部打開了 周圍死一樣的直徑 也都只有一些 或者粗重 或者低沉的呼吸聲 隱藏在燈光 照射不到的角落頭 但至少有了這些燈光 我可以確切地知道 這樹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環境 周圍都是鐵龍 黑媽媽的 似乎放在這裡 都有很多的年頭 那些壽食的痕跡和潮氣 一起合併成為 滴在我們頭頂和身上的水珠 鐵龍之外 看起來就好像是一個巨大的倉庫 全部都是這樣一排排的鐵龍 大小不同的 但材質和模樣都差不多 這些鐵龍看起來 並沒有什麼排列的規律 這邊擺幾隻 那樹又堆回幾個 但如果仔細觀察起來的話 還是可以發現其中的規律 譬如說 我右手邊斜前方的一組鐵龍 其中四隻入面 都趴著不同品種的狗 有黑背還有其他的小型犬 這幾隻狗 看起來都想死想死那樣的 全部人都趴在那樹 不斷吐著大氣 但是緊捱著這些鐵龍的 是兩隻同樣規格的囚龍 裡面載著的是白色的培養池 和獸食的鐵龍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這些培養池裡面 躺著的卻是犬類的屍體 一隻培養池就放著一隻 直挺挺地躺在那樹 那到底這鐵龍的地方 是一處怎樣的所在呢 我們被人家困到來這樹 到底又是為了些什麼呀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百一十六集 上回講到 我們幾個就被人家困在鐵龍裡面 而且慣了在一個 類似於創婦那樣的地方 這時我們視線所及的情形 可以確定這樹 絕對就不是有著非常之 嚴格衛生標準的實驗室 更加像是一個屠宰場 或者說是一間廷屍房 那些不同種類大大小小的動物 有相當一部份還是生吵吵 但是被人家的感覺 就好像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 現在可以確定的是 我們被惡故催眠之後 就被人家轉移到這個地方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要把我們 和這些野獸畜生 困在一起呢 喂 老婆 小天 你們注意到沒有 忽然之間 鐵軍就向著我們所在的這個方向 叫了過來這樣說 那說呀 還有這說 順著他手指的方向 我意識到鐵軍想要強調的是什麼呢 沒錯 不管是犬類也好 山羊也白 或者是鴨仔等等的琴類 屍體和活體都是放在一塊地方 想到這說 我心裡就突压了一下 倒吸了一口的冷氣 如果按照這種邏輯來推斷 那我們四周圍會有什麼呢 因為鐵龍比較低矮 我們兄弟三個 誰都沒辦法站起來 那就唯有通過鐵龍的那規 向外面觀察著 事實上 在我們四周圍有很多高大的阻斷物 令到視線 只是看到不同的區域 顯得有些支離破碎 這點的阻斷物 就好像一隻隻巨大的鐵皮柜 但又顯得厚重很多 每一隻上面都連著一些管線 那就好像連通著某一種液體 這點的管線 全部都是沿著地下的方向消失不見了 這點的金屬櫃帶著青綠的顏色 在橫向的位置上面 還有一些金屬的框架 進行固定住 總之顯得有些神秘而有詭異 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潛意識裡面 認為這些櫃是連接這個屋頂的支柱 大家看起來 這點是有著本質的區別 尼亞爺真是一個鬼地方 老婆暗暗沉沉地自然自語起來 沒有眼使乾淨 要不然尼亞爺我還以為 睡在墳地裡 叫屍體來睡覺 睡覺? 忽然之間 我全身就打了個冷震 想到自己昏迷的時候 那些鹹鹹腥腥腥的液體 在頭頂那裡滴下來 還有身底下 這些濕粒粒的鐵板囚籠 誰都不能夠在這裏去脫身 因為這些籠實在太重了 但這些中空的鐵籠 真的有這麼沉重嗎? 為甚麼不理我們怎樣掙扎 都不能動一分一毫 那就好像一座五指山 壓在我們身上那樣 我想到了一種特殊的可能性 那就是我們頭頂上面 還有我們身底下 都有十分沉重的負擔 果然 等我伸手出去 沿著鐵籠頂部 不斷摸過去的時候 碰到了一隻冷冰冰 而有十分潮濕的手掌 那唯有死人的手才會這樣 我皺起尾頭 閃電地把手掌抽了回來 一陣很古怪的味道 捐進入我的五藏六虎當中 那是一種化學試劑 加上那些屍體臭味的恐怖氣息 但不知道是不是我出現了幻覺 在這種恐怖的味道裡面 竟然是夾閘著一股淡淡的香氣 顯得鬼異無比 我大大力地咳了幾聲 向著老婆那邊就低聲地說 我們這次真是躺在死人堆裡面 壓在上面的 全部都是載著屍體的龍 我們成為了一個夾心餅光 話音光露 在前面幽暗的盡頭 又一次交替著起了幾盞照明燈 和之前已經著了起山的光線交織在一起 令到這樹變成了八咒 跟著著 從燈光亮起的方向 傳來了清晰的腳步聲 有人過來吧 我向著老婆和鐵軍 做了一個不要出聲的手勢 繼續就重新躺下去 盡量令到那個呼吸顯得柔弱一些 看上去我們依然處在那個昏迷當中的樣子 眼角的魚光和交替的腳步聲都告訴我 過來的人一共有兩個 雖然那些腳步聲不算得沉重 但就十分之有節奏 看起來像是兩個男人 果然這兩個人在遠處的一組鐵龍面前 停下了腳步 我微微側過臉 看到了兩個穿著白大褸的身影 其中一個人就有幾分熟悉 似乎由一開始就把我們帶來這個地下實驗室的 那個叫做臨遠的試驗人員 而另外一個男人 我就從來都未曾見過 那個身材不算得高大 但就顯得十分之精壯了 這兩個人開始冒在地上 打開著他們隨身攜帶來的金屬盒 在裡面拿起了一點的醫療器械 針筒等等的架塞 和每個龍裡面的犬類在那裡抽著血 之後似乎又注射了一些其他的藥液進去 只要是被他注射過的犬類 全部都發出了臨死之前的那種悲鳴聲 顯然都很痛苦 這些程序完成了之後 兩個人就轉身來到了那些 裝著犬類屍體的鐵龍那裡 用手電筒照射了一次又一次 跟著著就用戴著手套的手 伸進去那些白色的消毒池裡面 撥下撥下那些犬類的屍體 這樣子的情景看起來 真是有些令人作偶的一種變態感覺出來 但是這兩個穿著白大褸的人做出來的時候 臉容又顯得這麼嚴肅 而且一絲不苟 怎麼樣?有沒有異常? 症狀的男人沉聲地問 還是跟昨天一樣 屍體沒有出現過度腐爛的狀態 或者說沒有一點點的變化 臨遠稍微思索了一下 這樣才回答住患 但是這隻身上的傷口 好像有餘合的跡象 剛才我度過一下 傷口的直徑減少了三毫米左右 正是向著理想的狀態發展著 這些不算數 有沒有什麼心理反應? 症狀的男人似乎一點都不滿意 接著追問地問 或者有沒有其他的變化? 已經七天了 臨遠似乎十分之無奈 耸了耸去不算寬闊的那個肩膀 之前已經測試過很多動物的 都沒有超過七天的 一般都在三到五天的時候就會加速腐爛 唯有犬類就緩慢得多 這已經算是最理想的狀態了 但是什麼時候會有結果? 我們唯有等的了 等個被 症狀男人忍不住就自然自瘀起身 這點的試驗樣本沒有一個拿得出手 今天老闆就要過來視察 還沒有結果的話 我們要找更多的試驗樣本 面對更多的屍體了 那沒辦法 黃山的生物不算太豐富 合適進行這種實驗的 都已經找過來了 臨遠就面露藍色地說 但畢竟我們是秘密實驗少了 獲得的支持很有限的 嘿嘿 老闆不是說過嗎? 會找幾個最為合適的活體嗎? 症狀的男人忽然光笑了幾聲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找了幾個活人來做實驗? 這個… 臨遠的語氣明顯變得緊張起來了 人類活體確實是找來的 但不是說要進去那個實操環節 還需要上面的指示嗎? 我們…我們還是先做好本職的工作 動用軍隊的力量 做回一些事都很容易 症狀男人就懶笑起來了 嘿嘿嘿 找回一些糞便的 或者那些乞丐過來做一下試驗 又誰會知道? 每天這個社會上 非正常死亡的人是多麼多 你別這樣說了 寧願拼命地轉頭 你剛剛才參與進來 不知道這個實驗有多麼恐怖 那些屍體… 那些屍體活過來的時候 哈哈哈… 症狀的男人忽然就大笑起來了 哈哈哈… 你真是相信屍體可以復活? 撞鬼你 如果不是拿著這份銀子 我才不會天天盼望著那些 阿貓阿狗的屍體會怎麼樣… 你不明白的了 我是親眼看到過的 痾痾細細的那個臨遠 忽然間就提高了一把聲 癌腺封鎖那個村的時候 我就在這個小組裡面 看到了那些屍體 懂得走路 還懂得走來走去的 還有啊 懂得用那種恐怖的眼神 不停看著我們 喂喂喂 我們要跟你開玩笑而已 症狀男人 射腹不以為然 用著去嘲笑的語氣般說 哈哈… 我知道你恐怖片看得多了 發了惡夢 我們是搞科學研究的 都應該知道 這些事情 沒可能發生的了 蛤… 沒可能 臨遠就好像受到什麼刺激似的 連聲音都開始震起來了 我來告訴你可不可能 這時這一刻在這個觀察室裡面 就有這樣的樣本 會動的 會動的 到底臨遠說的會動的樣本 是指哪一些呢 難道指的是 紮在我們囚籠上面的那些死屍 還是混在那些厚重鐵皮怪裡面的樣本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517集 新聞講到 我們三個聽到了有兩個工作人員 在這裡講起了屍體復活的一種實驗 聽到這說 我的呼吸都變得有點急速起身 他們的對話雖然只不過是隻鹽片語 但就已經描繪出一件極其恐怖的事件 屍體 懂得復活的 在我之前的經歷當中 有出生入死 也都有個和陰靈僵屍戰鬥的過往 這些都是難以磨滅的記憶 令到我在絕望當中 一次次鼓起著勇氣 但即使是這樣 我卻是從來都未曾聽說過 可以通過科學的培養方法 能夠令到屍體復活的 第一等 我心裡面又是一族了 很多凌亂散碎的訊息 開始自己進行拼湊起來 最終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鏈條 我們來到這處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不就是正正關於父家先祖 曾經經歷過的不老先傳水嗎 那些先傳水可以令到人全身潰爛成為一團的血肉 似乎也能夠令人變得年輕 變得生機撥發 這裏所有的一切 是不是可以令人理解為 軍方正在對理念的屍體進行研究 想要找到可以令到屍體復活的方法呢 當然 前提是軍方的人 或者並不知道先傳水的這件事 但事情都有兩面性 可以通過雙向發展 去往自然不同的極端 一旦通過科學的方式 驗證出那些屍體細胞活性的真正原因 是不是就將會給到這個科學界 以及外界的社會 帶來一些巨大的影響呢 我忽然之間覺得 自己的腦水都不夠洗了 屍體復活的事意味著太多太多 一旦真是被人精神 這一片山谷一定會成為軍事上的絕對重地 如果這樣的事情真的發生 我們想要完成之前的任務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你說什麼 正壯的男人才是一嘔 跟著就立刻握住了林遠的領 你會想要將他直接在地上上的地上 就在這個觀察室裡 已經有成功的屍體樣本 我…我…我胡說而已 林遠喉嚨裡面 咳咳聲 想說要唐室過去了 蛤…你以為我會相信你嗎 正壯男人冷笑得起身 蛤…別以為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 今天晚一點的時候 老闆就要過來視察工作了 到了那個時候 你再講出試驗成功樣本的事 好像這些都是你一個人的功勞是不是 將我一腳兜開是不是 我…我沒有啊 林遠的臉已經滾到通紅了 說吧 你看到的那個試驗樣本 會動的嗎 有好東西的話 就收起來才行 等我都開閃閃閃吧 正壯男人 剛笑了幾聲 哈哈… 這種事我以前是不相信的 但如果是真的話 我就放你一馬 就教你收起來這件事了 林遠就沒有再講話 小愛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